嗨,视频观众朋友你们好,我的名字叫王文,我是居住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地产经纪 今天呢,带大家来拍一套在黎海i-15旁边 Thanksgiving Point,以及被各大公司环绕的一个小区 它location也是没话说了,非常不错啊 去i-15就5分钟的,路程5分钟之内吧,两三分钟可以说 然后呢,这套房子呢,是建立于2016年,它一共呢,是4037尺 三房三位,那么它是一个双拼房的结构 那如果说您想要在50多万的预算,想买到独立屋的面积大的房子的话呢 地端又好,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现在给大家拍一下这个房子外观 然后呢,它这套房子,它是一个,有一个景观的,是一个景观房 那么它房子的后院呢,是对着一条河 那么我给大家先看一下外观,然后进去拍一下 看一下这条路的这个街景啊 它这边呢,也都是一些连排屋啊,独立屋,以及双拼屋的结构 那么看在远处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些这个office building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正面 它这个房子啊,是享有这个独立屋的面积 只不过它是双拼房,然后它这压的呢 呃,是和邻居共享 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的主卧呢,是在一楼 四千零三十七尺三房三位 二楼有两个房间 那么这个车库旁边呢,是邻居家的车库 是这样子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套房子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是它的地下室是可以走出去的 非常的亮 这里呢,是一个比较的小的一个poach 好,一进屋,一进屋呢,在这边 右手呢,是一个小旋转的吧 楼梯去往二楼 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过道 过道,然后呢,这里就是一个大开间 在我左手边呢,就是一个主卧了 这主卧面积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看看主卧的卫生间 然后它这边有两个closet 两扇门,分别是两个closet 就是男主人,女主人这样子 衣服给它分开来放 那这个小区物业费呢,是一百块钱 它有游泳池,会所 以及可以打高尔夫的球场 非常不错的 高尔夫就在旁边 呃,淋浴 然后这里是马桶的位置 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独立浴缸 两面呢,就是一个洗手池 啊,这个主卧呢 它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非常足 地下用的是那种复合地板吧 应该是防水的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亮点 是它这个主卧落地盟 可以去往这个patio 景观非常的不错 每天看一下星矿神怡 这patio很大 看到吧,这个patio 然后客厅出来也是patio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patio比旁边的要大 旁边那个房子要大 这就是 房子后面的一条小河了 很漂亮这样一个景观哈 我觉得52万5千的买到 这两个房子非常不错 看到吗,对面就是这个打高尔夫 步行也可以到 我们可以从那边走过去 就可以到达高尔夫的打球了 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个湖里人工湖 养了一些小的野鸭子啊 啊,有一些景观 是这样子的 那边一上玻璃门出来 那里是客厅 是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patio 还是相当大的 这房子的背面 现在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客厅的区域 客厅呢,它这个family room也是 面积非常大 然后这个房子呢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优点的是 它有景观 它客厅正好对着这个湖 然后我们刚走到过来这个右手边 就是去地下室的空间 我们一会儿去看 然后这里呢 这个门是车库进来的衣帽间 那这里呢就是两个车库的位置 这个车库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深,非常宽的 看一下 很宽,你停皮卡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这样子的 这里呢一个是卫生间 一个是洗衣房 这里就是一楼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这样子 这里就是一楼的洗衣房的位置 洗房也是超大的 做了些柜子 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去客厅看一下 客厅就是这样子了 它这个客厅呢 它这个客厅是潮汐的 中午开始到下午采光特别好 然后这里 就是它这个柜子都不错 都做到底的 看到吗 它屋主之前都升级的 呃,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大理是台面的 也是6厘米 夹后的 我毕竟 瓶子也给你贴好了 这样子的冰箱 是无丑常见 这套房子 虽然说是双聘房 但是它面积相当不错 2016年的房子 也是 呃,比较新 保存的非常不错 然后这有个拓牌 霍尔普的品牌 灶台 用气的 下面是个烤箱 然后 这里呢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导台了 这里是霍尔普的洗碗机 那么这个空间呢 它是一个dining section 就是放 吃饭的桌子 它现在控制 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个房子 房子还是风水不错 方方正正的 是吧 进来就可以感觉 视觉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 family的空间 还是相当的大 它放了一个L型的沙发 然后这里还放了一个 其实你可以买一个长条的L型沙发 旁边放一个 两人做的沙发 然后它这个长凸出来呢 下面做了个壁炉 冬天可以取暖 非常不错 这一面窗呢 是超难的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那采光费 会非常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 看到吧 采光就很不错了 给大家看一下 出去看一下这个 爬顶 可以春秋这时候 这边坐得非常舒服 那么我们前面看到的 往这边走 这里就是通往主卧的位置 小孩子可以在这边玩水啊 玩一下 外面户外的坐一会儿 非常舒服 看到这样一个绿化的 所以这套房子有点是它 你这前面完全没有阻挡 没有邻居 然后它是一个河井 河井山井房也有山 冬天下雪非常漂亮 然后呢 河旁边呢 又是个高尔夫的绿 绿幽幽的这个绿荫的场所 很舒服的一个 location 然后这套房子中午开始采光 非常的不错 先给大家看一下二楼 二楼呢有两个房间 两个房间 一个卫生间 我们看这一楼一进来是个调高的 空间感非常不错 不会觉得特别压抑 然后光线也很很棒 然后呢 这里就是通往二楼 二楼这边上来呢 有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空间了 算一个小loft 也其实也不算 算个宽的走道 柜子 那这里两扇门呢 分别两个卧室 右手边这个 这个卧室面积是非常不错 就这卧室 它其实很大的 但缺点就是说 它不是特别规则 它就是 嗯窗有点小了 但是中午开始下午阳光呢 采光会好一点 就是说 呃 早上的话采光会比较差一点吧 然后这当中呢 有一个卫生间 是这样子的 全卫生间 是两个客窝share的 然后这旁边又是个客窝 这个客窝呢是稍微规则一点 稍微规则一点 这边的话 其实它这个大小是可以放个full size bed 它放个twin size 这样子 我们可以给它 这样子 你看 房间一下子采光就好了 因为这里面它是超难的嘛 而且你旁边虽然有邻居 但是也 也比较有私密性 也是不错 这个房间是放个full size bed 放一个 书桌 完全不错 它还放了一个沙发呢 好 景观不错 第二点呢 它地下室可以走出去的 地下室呢 没有完工 到时候你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性 地下室看一下 地下室可以 拦出好几个房间 就是这样子 这里呢 是作为一个储床间 这样子 这有个窗可以做一个房间 然后呢 这里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房间 有窗的都可以 这边呢也有一个房间 然后我们看这个 family room多大呀 很大 然后这里呢就是微信件的位置了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院子 是这样子的 它这边有个party 我可以放一些东西 坐着很舒服 但是它这个缺点呢 就是说 它这边没有护栏 没有围持来 就是说你 如果你家里有小小孩的话 要注意安全 有非常小的小朋友的话 注意 但大朋友就没有关系了 小小孩的话 要他玩在那边玩 要看着他 否则不小心跑到河里去 所以 这样子非常舒服 高尔夫 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的背面 这样子的 workout 对它是 这样子 今天它这边open house 看房的人还是终于不绝 虽然说最近这个市场有点慢下来了 但是说刚性需求买房的人 还是会 这个 还是会买的 只不过不像前阵子夏天 进家这么厉害了 现在运气好的话 可能就一个房子就一个offer 你就可以拿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这个房子我们也看到了 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house 状态都非常新不错 然后价格也非常好 算比较便宜的 location也非常棒 然后最主要的是呢 它周边有孩子玩的农场 有一些小动物可以去看 牛啊马 以及小动物 以及它有一些儿童的科技馆 里面可以玩 以及有一个植物 有一个植物园 非常不错的 至于这个后院呢 能不能够fence给它围起来 那是需要向HOE申请的 或许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就是说可以去申请一下 那最坏的打算就是说不能 不能的话 如果说家里有小小孩的话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玩的时候注意安全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